受颱风外围环流影响 11号一大早就陆续出现了强风雨势 不少地方路数都因此倒塌 更造成花莲现境内有将近15000户停电 受到原规颱风强烈的外围环流影响 从11号一早就陆续出现强风雨势 除了瞬间猴大雨让部分路段出现有极岩水情形 吹起的狂风更是在多处发生路数倒塌情形 在花莲市中山路上有颗20多年的老张树 承受不住强风吹袭隐身倒下 刚好压到停在路边的休旅车 有一阵怪风跟一阵大雨这样下下来 刚好里面有人也躺在里面 那很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 只不过是夺走一个皮肉伤 有被窗户的玻璃割到一些了 受到台风影响 树枝垂落压到电线的情形 在花莲县内统计有14875户停电 经过台电紧急抢修 已经有14819户恢复工电 剩下56户还在持续抢修当中 记者徐丽晴花莲市报导